给大家看个好玩的 那就是电视随着PS5自动开机 自动切换视频输入源 现在PS5是关机的状态 电视也是关机的状态 这个功能好像不是所有的电视都支持 现在我开机 PS5亮了 我们注意看电视 电视在启动 注意看电视开了 默认是HDMI4是PC 它自动跳到HDMI3PS5游戏机 这样就开了 是不是很神奇 这样就不用开电视 也不用切换输入源了 我告诉大家在哪开 在PS5里面有一个设置 然后是系统 然后第二个 有一个HDMI 右侧启动HDMI设备关联 这个要打开 然后启动一键Ur 若您打开PS5则已连接的设备也将打开 并将其输入切换到PS5 但是它默认这个也会打开 启动关闭电源关联 如果关闭连接的PS5设备 PS5将进入待机模式 这个我给关掉了 就相当于我把电视关了 PS5也会自动进入待机模式 我试过几次 但是不方便 这个确实很方便 启动PS5 电视会自动打开 而且会自动切换到PS5的输入源 这个功能需要电视支持 我这个LD-C3是支持的 估计最新的 最近这两年出的电视应该都支持吧 回去你们可以试一下 我试一下